明天早上,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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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今日第三場賽事 四班千二,臨場一隻精神,下很多票 拆兩組,第三、第四場 起步時出得快一點 紅衣那一匹,是初出馬 接下來那一匹,是陽光寶貝 又加眼罩,又黃寶來看 你們都想放頭 接下來,另一匹初出馬,快步流星 在內側白走那一匹,成中勇士 然後,熱門碎碎有福 拍攝另一匹,熱門很精神 一對熱門守衛五六位 然後,馬是小小不驅 接著,還有一匹初出馬,天外迎天 他已經尾三,在美那一隊 比較遠,真感和好運寶馬 轉彎時,陽光寶貝 遇到帶頭,看看戴多快 安一守著第二,二跌第三,快步流星 然後,成中勇士碎碎有福 接著那一隊,很精神,小小不驅 天外迎天,在尾三 就在內檔博位 包美那隊都跟回貼大隊 真感和好運寶馬 進來直路時,前面仍是陽光寶貝帶頭 看一看錶,你上完美都很難 你在開分級賽的段速 後面的馬追上來了 碎碎有福就發難 外面的好精神,瘋狂起票 跟碎碎有福就拍著鬥 然後,上來成中勇士 最後一百位,前面單打獨鬥 好精神,壓過碎碎有福 這樣看,世上樂非得手 他最第一名,很精神 第二名,碎碎有福,緊緊保住 成中勇士第三 第四名,就是這隻真感 很精神的排檔 碎碎有福,早段 其實他想搶就搶不到 要慢慢攝 紅色帽那隻 都三疊 攝的時候,有些狼亡 有些被壓過去,很精神 這裏很急了 後面的天外迎天,有些檢查 有些少許,那裏又不是很嚴重 不過他也撞到,很精神 湯普辛跑短途也是順盡 我也說,林卓經常說 上季跑了五十次,田草千二 未贏過,只有兩個第二 這些數據,碎碎有福,大熱 每次都發達 差點贏,都是第二 他真的順盡 他看到那個位置,可能心急 情急之下 那很精神 在開扁 他也是… 那隻馬在那裡… 操控得不太走得直線 那些身要打側 那些內閃,變了左邊 又要抽月薑成 又亂盡盡 跑短途有時候 這些是錯一點錯不起 那隻馬路也內閃到衝線 跑長一點,可能有時間 讓你修復 好了,看看分段時間 看看照片 第二名照片 然後第四名就是真錦 很後來追上來 不過補足很快 所以真錦都追到 頭段23秒44 第二段22秒22 總時間1分9秒08 剛才也看過 湯普辛早段賣來的時候 好像也能夾到客人了 看看董事怎麼說 第三場這隻天外迎天 在900米那裡立備 因為湯普辛不小心刺棋 他要負責 因為900米那時候 本來一隻好精神 已經帶了一隻天外迎天 進去,令到那裡有點緊迫 但是湯普辛再進去 令到好精神和天外迎天 兩隻馬都要緊迫 賣籃 要抽一抽 天外迎天 這裡就考慮到 湯普辛 他進去的時候 其實裡面已經有緊迫了 所以這個不小心刺棋 不需要停賽者譴責他 但是他的紀錄 顯示這是一個不小心刺劇 我們經常說 那些磅座位 都是最好的位置 但今天不是 不是 所謂的磅座位 塞了幾隻 其實像是成忠勇士 一擋在內蘭擠住的位置 其實回來也沒有在 其實今天也不是他 很多像都有這樣的情況 他回來也慢慢移出來 後來也追回很多 如果他早點忙碰 我想他第二有機會 其實到線那部 是差一點 追到瑞瑞有福 差一點 有第二都分中贏 贏得足夠的 他很遲才找到出來 好運寶馬 也步了幾萬下 有真感 好像是細節 但有真感 好像有生氣 他過往 可能季初也跑得不錯 不過是否要回谷草 那些馬 當然 而且分數也落落地 現在還要什麼重磅 黎超聲 馬跑了一個回合 我想他差不多 十月有些馬熱身 應該會好一點 成績好一點 是否真的 我想是 我就這樣想 看一個回合 那些馬我還是暫時放在上面 站在參與角度 我先等他贏 當然 那些四歲馬 今天也演出好 要精神也是 葉索 先響了頭炮 不過今天也要小心 可能天氣比較乾燥 也有很多馬氣管有血 這場有點不拒 就是氣管有血 後面一直都多 這隻的底部 比較厚 看完三場賽事 接下來看第四場 第四場就是四班千二 好 這場的四班千二是三天的頭關 巨額三天 2400多萬箭底 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些 本來是荷花之星 不過當然不能帶頭 很多話衝出來 開心樂圓 金榜之星 手錶之星 內檔還滿好世界 淺藍衫 然後煽露光華 攝攝過來 我當埋著紫衫 就飛黃 後一層馬 兩匹初出馬 質素 五夜快車 都是幾難穩定走勢的馬 淺藍衫那匹 水龍頭 比較厚 河花之星 起步快 但當劣沒辦法 暫時一直移動 拍著熱門的增強 暫時電後 一路轉彎時 開心樂圓 拍著金榜之星 拍著放下 跟著那隊 逼上來手錶之星 和本土世界 隔開了兩岸幾馬位 才是煽露光華 然後飛黃 質素出了外檔 再跟著 鮮外檔還有水龍頭 走到內檔那邊 是五夜快車 特別是增強 中路上來 在後面有何花之星 進入最後300米範圍 前面開心樂圓 鬥金榜之星 這隻手錶之星 事襲帶頭走 但這次衝上來 會鬥後勁 不過後面有隻後勁 更厲害的上來 就是增強 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前面增強 一上來黏著 看個小都可以戴滿營馬 他出第一名增強 第二名手錶之星 第三名上來 煽露光華 第四名是滿好世界 這場輪到滿好世界塞 留意一下內檔藍衣 他今天又是玻璃位 這裡不用管他 本來打算兩隻馬 中間上去 他不夠位要繞 先看前面 出來的手錶之星 先過來 開邊多一隻 平時滿好世界的位 真正 內蘭這些博士位 有規格 現在內蘭也四號馬 他就是滿好世界 譬如說今天放頭的 多數都會移動 不是很理會 帶不到他上去 外面那隻馬又封住他 後髮先至 增強 其實現在還在尾心 輸得很遠 其實六個馬 幸好拉得夠鬆 裡面讓他找到一個位 不過你不用擔心 因為報名這輪 都找得挺聰明 幸好這場出小幾隻馬 十一隻 就變得容易 藍衣那隻 哪有騎得到 本土世界 塞 塞 這裏想出來 怎料曾強都拍到旁邊 他沒辦法 要等手錶之星走了 他才能出去 那裏又不夠時間移出來 曾強走了 現在才能移出來 其實他塞了很久 我看這隻馬 今天一定上名 如果不是這樣塞 至少不會被鮮露光華 拿了第三 分針時間 頭段23秒9 第二段22秒25 末段23秒18 總時間1分9秒33 這隻曾強 今天雖然賣到16元 不過其實跑很多次都贏不到 我們聽聽賀賢說 這隻馬 最後他獲得勝出 他曾經過五次試試 他曾經過五次選擇 他曾經過五次選擇 他不是車輛的朋友 但他曾經過幾次幸運 他曾經過幾次 他曾經過幾次 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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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他曾經過幾次 然後看她進行 去工作 這件事 內衷之二 測到4次 沒有效果 好 把他轉移了,看見他踢到線路 希望他的層次會踢到 當然,他需要每個層次的層次 剛才出現了,他分開了兩部份 他很長時間離開 他有很多地球,但幸好他完成了 季初,剛才說有很多藥組賽事 不過,都可以找到一些強組賽事 就像這個009的場次 馬匹跑完那場之後,其後再出 10匹,三隻贏了 二、三、四角一隻 勝出率30%,前四名率60% 今天都不止這批增強 一間見的元朗精英都是這一組出來的 當然了,自自多保第四的一場 他脫臂打得好一點,可能贏了都未頂了 留在後面那場,大家都很記得了 剛才說的滿好世界 今天你以為守住那位好 接著還有,挺慘的 其實我想,你看他小,他回到來 塞了我看200米都有 回到來,那個小也挺厲害的 其實,下次吧 因為今天這樣的走勢 應該下次就在這裡了 是等著增強,最近那幾個馬匯路縮短 結果增強過了,他都未出來了 不過沒辦法,有時度馬 蔡前,你們當然想著私家三難 這些包廂位就正好 其實這些位置很少塞 不過近期有時的場地 各樣東西都未必是你賽前預計到 不過這隻滿好世界都真的有些用 上季,我記得跑上一千 內閃的情況很嚴重 剛才塞了一輪,移出來 都走得直線,都走得挺直的 這些馬都真的有些用 試襲都未是好好的,仍然是一粒一點 但這場出來跑,就真的有些東西看 今天不要運氣 其他開心樂園其實就不是很適合的 不過你上季那場戰士 好像放到回來又升又升 今天都熱門來的 其實呂建威,因為上季你買用得多 今天安康萬里那些都出來很熱門 但都不是說演出得好合夥 奔馳上的熱門 都要小心點,這個馬房有時都是用多了 氣管多血,這場有著何發之勝 看完四場賽事,接下來看第五場 第五場是四班千四米 好,這組是三天的次關 起步時有隻慢了慢,自己說是慢了一點 出得快一點,均達得 內蕩快樂高球 中間大小似乎起步慢了一點 看到梁家俊拍到他一邊走上去 外面有一隻添喜運,今場採取主動 然後有佳奕善,熱門之一的年年歡呼 今天是尤達榮第二匹派上陣的馬 接著馬籃才看到紅運掌聲在外側 然後元朗精英暫時讀得比較好 拍攝潘頓的觀天下 馬賽前試跑馬地雜試得挺漂亮的 但我當紅衣是綠支 自己說是上來尾三,尾二上進奔騰 暫時丹丁包緊美那匹歌舞團 轉彎,大小智庫放頭 不過放得比較慢,第二段開20秒18 看到梁家俊定住就算了 守著第二位添喜運 然後那一隊快樂高球貼欄 二疊是君達德,三疊走上來紅運掌聲 然後連連歡呼,加益善 扔出外擋官天,潘頓拿了生位 留意元朗精暫時在他裏面沒有位置 扔了內擋自己作主 外面上來的馬還有綠支 包緊美的歌舞團也跟回大隊 入隊最後三百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戴西智庫鬥著天氣運 外面上來的官天下 原來增情這麼厲害 後面在來檔找到位置出來 連連歡呼就虧了少許先機 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前面的官天下 這裡一直戴著頭 連連歡呼還要兜過他的外側 這裡慘了,上來都遲了 他出第一名官天下,第二名連連歡呼 第三名後面這隻亦都慘了 元朗精英塞得傻了 戴西智庫第四 其實還有一隻博薛偉的快樂高球都塞了一輪 不過他失業後又不多 他又不是很囂張 如果看這場賣完 朗精英贏得 贏得,他阻礙幾次在直路 不過早前的大細智庫不夠快 因為這次梁家智要拍幾輪才能帶出來 他還未能去上季贏馬 好像行很多 不過這隻馬也算是中心 尤其是這條飽度,石多斯加三的 上次他也不是很飽度 他還沒有補得過第三 跑這個田祖前四 開邊上次爆冷的天氣運 後面的軍達德 今天回來又是氣管有血 這隻觀天下的複雜 真的試得很漂亮 四班有前二選擇 他也不選擇 他也很有信心跑一場千四 120磅肯接 千二報了另外兩隻 這也是出擊的 這馬也很厲害 但那隻元朗精英又不幸運了 真是慘 這裏還未有位 這裏還未有位 就是綠枝蓋過來又要避 再在綠枝海邊再找這個位 失了先機 追很多 連連歡呼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一檔他也是 他真的沒那麼容易 但衝下去其實元朗精英的勢也比連連歡呼 連連歡呼也出名 很後勁 分段時間 頭段13秒49 第二段22秒18 第三段23秒1 末段23秒19 總時間1分21秒96 尤達榮是十月先開始派馬上陣 今天只出兩隻 連連歡呼也有飛 大家都知道馬跑39場得一圈 馬來很難贏 居然在馬房有飛 所以我也特意留意他怎麼跑 老實說 你跑到第二也算是交出來 這個列馬斯 至少都真的 不是說第一天派馬上陣 是交到一些功力出來的 不是容易搞的 那隻馬很難贏 不容易搞的 幾大馬房搞過 終於落到上手 都是贏得一場而已 其實一隻不容易搞的馬來 不過當然他的評分 又減了一輪 跟他上季贏1400的時候 那個評分比 不過現在又不要落後 出閘 他押到中油位置 這些馬都很用 那不是屬於今天在內蘭 波斯之後 或者在格 但是找位出來都是不順 他是捱了一陣子才能出來的 所以到最後 還要兜過觀天下 那去到那裡都決勝了 要兜過觀天下 一定不會贏得到 以前斯加三一轉入 直到很多馬 飛出來一點點 裡面找到位 今天不是的 奇怪 今天全部都緊貼著轉彎 這場簡直是一塊的 所以裡面很多馬都塞 在這場 每次都不同 在前內蘭 沒有好處 誰知都未必是 放頭也不太好處 今天走路去內蘭 也不太好處 還是棘手一點 不太像我們熟悉的斯加三 今天其實 很容易中計 在前 就是在前量度馬 就算跑包尾的歌舞團 其實整條直路都沒有看過 他撞了幾次 在內蕩裡 我想留意一下 他走勢 沒有留意 他在年年歡呼的後邊撞了兩次 最少撞了兩次 所以今天也是 包尾回來 不要以為包尾很差 其實都沒有跑過 看完五場賽事 休息一會 回來看剩下的一半